别干宝马三系干奔驰C级啊 还有那些个图皮爱买奥迪亚斯的宝贝们 你不知道他要换代了吗 奥迪亚斯这台车可以说既运动又挡硬 一点舒适度都没有啊 很多人觉得现在是开宝马做奔驰的年代吗 错了 宝马三系他的舒适度是满满灯灯 奥迪亚斯现在玩上操控了 最均衡的其实是奔驰C级 近五年不换代 要李子有李子 要面子有面子 ISG48不清婚 稳定性也是嘎嘎也拉斯 不要小看那1.5T 他们仨里边谁跑最快 那必是奥迪也是 宝马325跟奔驰C260 他俩都是运动版 百物的加速几乎差不了多少 宝马三系还有个两年就要大换代了 奥迪亚斯今年年底直接大开款 你别图便宜买奥迪亚斯那玩儿虽然便宜 但是他开个一年两年三年赔的最多 宝马现在是爆仓的状态 再加上宝马5系现在卖不出去 5系的疲惫已经传染给宝马吉他哲型了 但是面子这一块还得是奔驰C级满满灯灯 你切记宝贝我不可能白让你给我点关注 点灯关注我助你发财不劳而后身体健康啊 如果说我有30以内的预算 同样差不多都是优惠10万起步的情况下 我必干奔驰C级 不干我是你们儿了 网络上现在奔驰C级都上不了台面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家人们 在有车群体里边只有2%的人才开30万级别以上的车啊 不吹牛逼奔驰C级小米苏7极客001放在一起 我还是觉得奔驰C级有面吧 点赞关注祝你发财 买车前参考一下总车的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 我们下期见